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婚礼上,男友丢下我和白月光私奔 所有来宾都等着看我笑话 不料刚出门,他俩就被大车撞飞 医院通知我签字紧急抢救 我赶到后一举动,让他全家集体傻眼 婚礼上带着白月光私奔的新郎 刚出门就遇到车祸 医生说,伤得太重需要截肢才能保命 我含泪告诉医生,那可不行 至少得留个全尸 婚礼进行到一半 新郎的白月光突然现身 哭诉着要嫁给新郎 就这样,新郎抛下我这个新娘跟白月光跑了 全场一片哗然 我成了众人眼里可怜的笑柄 双方家长乱成一团 我爸妈心急如焚地冲到我面前 质问我到底什么情况 我苦笑了一下 三年的跪田 终究抵不上白月光的一句娶我吧 这一刻 我也清醒了 我爸健壮 气得伸手紧紧捂着胸口 察觉不对 我连忙拨打了120将人送进了医院 医院的走廊内 张爸安慰我 嘻嘻 张夺那边交给我 我一定让这臭小子给你一个交代 见我沉着脸默不作声 一旁的张母紧张地开口 嘻嘻 你爸爸本身有心脏病 年纪大 这事可跟张夺没什么关系 我爸的检查都还没出来 他就害怕连累上他儿子急着撇清关系 恶心的嘴脸 真是让人看了想吐 不想他们在这里影响了我妈的心情 我下了逐客令 将人赶了回去 张家父母刚走 我意外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苏兮兮吗 这里是第一医院 你丈夫张夺出车祸了 家属赶紧来一趟 还真是无巧不成书 我爸爸送诊的医院 恰好就是第一医院 我花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就赶到了急诊科 整个急诊大厅站满了人 充斥着痛苦的哀嚎声 半个小时前 环海大桥上发生了严重的连环车祸 带着白月光私奔的张夺 也恰好在其中 他们开的车子被夹在中间 撞得几乎报废 现如今 两人生命垂危 躺在急诊抢救室里 等待救援 很快就有医生走到我面前 你是张夺的妻子 我跟张夺在订婚的时候 就去领了证 虽然婚礼没办完 在法律上 我们确实是夫妻关系 否则医院也不会在出事之后 第一时间联系到我 我点了点头 医生递来一份手术风险告知书 张夺情况危急 现在我们只能通过 劫之挽救他的生命 跟你丈夫一起送来的叶宁 他的伤情较轻 暂时没生命危险 你尽快给他们交其费用 后续治疗才能跟上 抢我新郎 还想我出钱给他救命 我脑子又没被驴给踢了 我直接告诉医生跟他不熟 医生无奈 催促我尽快考虑清楚 你这边做好决定 我们也好第一时间安排手术 我拒绝在告知书上签字 含泪告诉医生 那可不行 至少得留个全尸 在医生震惊的眼神下 我直接转身离开 又来了一个好消息 在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之后 我爸的身体总算平稳了下来 只要在住院观察两天没问题 就能出院 我妈彻底松了口气 拉着我说话 嘻嘻 张夺的事情 你也别太着急上火 他这样对你 以后一定会遭报应的 我淡淡一笑 不用以后现实报这不就来了吗 当天晚上 张夺的父母气冲冲地赶到了病房 见他们出现 我第一时间将人带到门外 有话我们这里说 我爸不能受刺激 话落 张母冲上来就要打我 张夺出车祸 你为什么不救他 我拽住张妈张牙舞爪的手 冷眼盯着他 张夺出车祸的时候 我爸也在抢救 我怎么去救他 换成是你会选择 抛弃你的男人 还是救自己的父亲 张妈咒骂道 那你就能让医生放弃治疗 不救张夺 你这女人心 怎么这么狠呀 我拿出手机 按下110三个数字 递到张妈的面前 哪个医生诽谤我 说我要求放弃治疗 我现在就报警 让警察来处理 我根本没在任何同意书上签字 也没对医生说放弃治疗 我不信 有哪个医生敢对张母说这样的话 果然经过我这么一恐吓 张母怂了 说我没第一时间积极治疗张夺 她哭着倒在地上 痛苦地大喊 我儿子后半生彻底毁了 以后一辈子都得躺在床上 你高兴了吗 坏女人 你个灾星 都是你害的 医院在我走后 无人续肺的情况下 又联系了张夺的父母 张夺的性命保住了 双腿被迫截肢 又因为延误治疗 导致腰部以下彻底没了知觉 后半生只能躺在床上当个废人 我冷笑 阿姨 你这帽子可别乱扣 真正的灾星可还躺在你儿子身边呢 她愣了一下 朝着我看来 我继续说 若是没有叶宁突然出现 张夺现在正在洞房花烛呢 怎么会出车祸 说不定十个月后 你都能抱上孙子了 我这话简直就是在戳张妈的心窝子 她气呼呼地站起来 眼神里满是火光 夜见人 都是她害了我儿子 害我张家绝后 我去要了她的命 望着张夺父母呼啸而去的背影 我站在原地淡然一笑 叶宁 这才是你的福报呀 几天后 张夺父母再次找上门来 他们将张夺原本在婚礼上 要给我戴上的钻戒 摆在了我面前 我有些诧异 阿姨 你这是什么意思 张妈笑着看向我 嘻嘻 我们张家的儿媳妇 只认你一个 我将戒指推了回去 张夺的选择 大家看得很清楚 我跟她没关系了 话音 张妈的脸色立刻黑沉严肃了不少 那可不行 你们可是领过结婚证的 我瞬间明白了张家父母的险恶用心 现场直接拆穿了他们 阿姨 你这不是认可我这儿媳妇 你是想给张夺找个后半生 照顾她的廉价保姆吧 张夺现在成为废人了 她妈就想到我了 这老东西 鬼心思可真鸡贼 我妈气得火冒三丈 指着张妈破口大妈 你也是当妈的人 你心肠怎么这么黑 这不是把我女儿往火坑里面推吗 我们家绝不答应 眼看计谋被我看穿 张妈也不装了 苏熙熙是张夺妻子 照顾她不应该吗 你若不照顾我儿子 我就去法院告你 领了证 做鬼都是我们张家的人 这话直接将我妈给激怒 没想到张家人如此不要脸 我妈气得拿扫把 将人给赶出去 临走前 张妈还不忘朝着我警告道 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你赶不回张家 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臭不要脸的老东西 我倒要看看她能有什么本事 希希 你婆婆来公司闹了 孙总很生气 你赶紧回来处理 原本请假的我 接到同事电话后 第一时间赶回了公司 刚到公司门口 我便看到张妈对着过往办公的人员发传单 控诉我弃养她儿子 听说她闹得太过分 把来公司参观的两个大客户都给吓跑了 见我出现 张妈立刻冲了上来 拽着我的手大声嚷嚷 大家看看呀 就是这恶毒的女人 丈夫出车祸 她自己躲回娘家 不管丈夫的死活 不仅如此 她还污蔑我婚内出轨 这是一栋商务办公楼 周围可不止我们一家公司 张妈的大嗓门 瞬间引来了大量的关注 众人指指点点地看着我 各种议论 张妈得意地拉着我的手 用紧只有我跟她才能听清的声音说 这就是给你一点教训 知道吗 死老太婆 实在太恶毒了 原本还想着张夺已经遭了报应 我就没必要再报复回去 没想到张家如此不要脸 那我也不必客气 是时候让这老太婆吃点苦头了 大多数的人只会同情弱者 张妈年纪比我大 又是我名义上的婆婆 她的控诉已经让不少人开始同情她 我将手中的包包猛地一扔 捂着脸哀嚎起来 张家欺人太甚 婚礼上 她儿子带着初恋丢下我跑了 气得我爸心脏病发住院 现在出了车祸 渣男成了活死人 婆家又想逼我守活寡 他们还扬言 要是我不听话 就弄死我全家 我婚礼有邀请几个私底下交好的同事 事发后 我家这点八卦就在公司传开了 听到我的哭诉 终于有同事看不下去了 站了出来帮着我指责张妈 你这老太婆也未免太过分了 就你那渣男儿子 成了废人是活该 谁让他劈腿 不要脸他妈给不要脸开门 不要脸到家了 都是二十一世纪的女性 最受不了的就是渣男和恶婆婆 其他公司的人不清楚我的状况 经过我的控诉 还有同事的证词 瞬间 刚才还是弱者的张妈 成了众人眼中的可恶婆婆 张妈傻眼了 没想到一下子风向转变这么快 她还继续坚持嚷嚷 你跟我儿子领了证 就是我们张家的人 你不管我儿子就不对 这下算是彻底引起公愤了 张妈一张嘴 根本敌不过众人 在众多同事的热心建议下 公司帮我报了警 警察来了之后 不用我开口 周围替我不值的同事 就七嘴八舌地帮我作证 张妈直接被以寻衅滋事 破坏公司经营 还有毁坏他人名誉的罪名 给带走调查 后来张爸赶到了警局 他说可以给我赔偿精神损失费 让我撤销对张妈的控诉 我告诉警方 我坚决不要赔偿 只要求依法惩戒张妈 哪怕关个三五天也好 好给这老太婆长长记性 我趁着张爸 在警局处理张妈的事情 请假去了一趟医院 离婚的事情不解决 怕是后患无穷 我带着离婚协议书来到张夺的病房 张夺刚刚苏醒 见到我 他非常激动 嘻嘻 没想到你还会来看我 我冷笑 掏出离婚协议 递到他面前 离婚协议书签了吧 张夺瞪大了眼睛 惊讶地看向我 我都这样了 你居然还要跟我离婚 我问他 不离等着守活寡吗 再说了 你不是要跟叶宁双宿双飞吗 我这是在成全你 张夺皱眉看着我 嘻嘻 我那是一时糊涂 我要娶的是你 等我好了 我们再补办一次婚礼 这次我保证 能让你幸福好不好 且还在这跟我画大饼呢 张夺现在肯跟我低头 是想让我给他当免费保姆 伺候他后半生 我的耐心用尽 少废话 你就说这离婚协议书 你签不签 见我态度强硬 张夺也不装了 要离婚 不可能 他有恃无恐地说 我现在受伤住院 就算你去法院起诉离婚 法院也不会同意的 他这嘴脸比他妈还恶臭 当初我怎么会看上这种人 不过来之前 我就已经做好准备 我拿出手机 将叶宁在婚礼当天 发给我的视频 展示给他 张夺惊讶地说 你怎么有这个 原本叶宁是想发给我 让我对张夺死心 没想到这段恩爱的视频 倒是成了我手里最有力的证据 你婚内出轨罪证确凿 你觉得离婚官司 我胜算有多少 现在签了 我们还能好聚好散 等到上了法庭 丢人的只会是你 我的话 让张夺十分挫败 见我态度坚决 他伸手接过笔 只要他在协议上签字 一切就结束 张夺刚动笔 张霸突然冲了进来 一把抢过张夺手上的离婚协议书撕碎 苏西西 你想离婚 没门 张复神情激动地对着张夺说 这坏女人 设局把你妈关到派出所 趁着我们不在 来逼你签离婚协议 听见这话 张夺暴怒 苏西西 你心机怎么这么深 我设局 我心机深 难道是我让张妈来公司闹 毁坏我名声的吗 原本以为张复还算 有点良知 现在看来 都是蛇鼠一窝 张夺 你确定这离婚协议你不签 张夺恶狠狠地看着我说 就算我死 也不会让你得逞 好 我们法庭见 既然和谈没渠道 那就走法律途径 我刚走出病房 张夺的父亲又追了上来 你不能走 你必须跟我去派出所签和解书 我老婆没出来 你不能走 面对张复的穷追不舍 我转头看向她 她不是说我手段厉害吗 那我就厉害给她看 我伸手扯着灵口 威胁着张复 信不信 我喊一声非礼 你就得进去跟你老婆团聚 到时候 我看谁还能护着张夺 张复显然被我吓到了 她呆愣地看着我 等我走远了 身后才传来张复气急败坏的声音 对于这种无耻之徒 就得比她更无耻 回去之后 我立刻联系了律师 我跟张复的婚姻太荒唐了 必须尽早结束才行 律师告诉我 张复在这段婚姻里属于过错方 他出轨在车祸之前 所以法院很大概率会支持我提出的离婚请求 刚从律所出来 我就接到新家物业给我打来的电话 苏小姐 你家遭贼了 挂了电话之后 我立刻赶到新家 物业管家已经在家门口等着我 见我出现 立刻跟我说明了情况 你看看 要不要帮你报警 这是我跟张复的婚房 婚礼出事后 我就一直住在父母家里 我先看看少了什么 我第一时间朝着主卧冲去 保险柜里面的赔价的金首饰 还有一些值钱的东西全都不见了 粗略估算一下 价值几十万 陪着我进屋检查的小区保安突然说了一句 不像小偷入室盗窃 更像是熟人作案 我回头看向他 他立刻给我做了解释 一般小偷作案会到处翻找 可是家里除了主卧 其余房间连门都没被开过 若不是熟人作案 怎么可能这么明确地知道 值钱的东西放在哪里呢 经过保安这么一点波 我立刻反应过来 前段时间 我表弟给我推销全无监控 我就在新家装了一套 这时候正好派上用场 我打开监控 立刻知道了真相 下午的时候 张富带着两个男子来到新家 几人一阵搜索后 将屋内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给搬空 这群人居然无耻到这种地步 张夺选择夜宁的时候 我的心就彻底死了 原本可以好聚好散做陌路人 只是这张家人太过分了 这回我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我直接拿出手机报警 我要报案 我家遭贼了 刚走到警局门口 就接到张夺气急败坏的电话 苏西西 你不要太过分 我都无语了 你爸带着人来偷东西 你还觉得我过分 张夺理直气壮道 那是我爸 算偷吗 我对这个男人的耐心 已经用尽 没事少跟我在电话里瞎避避 有本事站我面前来 他现在已经是个废人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连下床都成问题 他若真有本事站到我面前 那我就放他一马 说完 我便挂了电话 有监控录像 证据确凿 警察很快就将涉事的三人带回警局 张复的态度非常嚣张 警察同志 我去自己家里拿东西 这算偷吗 见我进门 他直接站起来 怒气地指着我 我要告他诽谤 毁坏我轻欲 我直接将房产证摔在桌子上 你要不要看看这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 你去我家拿我的东西 经过我允许了吗 不问自拿 就是偷 要不要把你带人进去偷盗的录像拿到你单位去放一放 让你那群老同事看看你的德行 在我一顿疯狂输出下 张复气得都快喘不上起来 你 你敢 我还想再对几句 跟我一同前来的律师将我拦住 他将我拉到一旁 示意我冷静 律师告诉我 因为我跟张夺的关系 让原本的盗窃罪变成了家庭纠纷 警察大概率会选择调解 不会立案 律师建议我 将重点放在财产转移上 这样不仅能追回损失 还更利于我的离婚官司 我同意了律师的提议 将剩下的事情交给律师来处理 张复不情愿地将从家里拿走的财物 主动上缴后 警察那边采放了他们三人 离婚官司正式开始 张夺那边也请了代理律师 被放出来的张母和张复 一同代替张夺出席法庭 两夫妻在法庭上声泪俱下 控诉我对张夺的无情抛弃 同时还表示 张夺接下来要面临高昂的治疗费来挽救生命 他们希望法院驳回我的离婚申请诉求 同时要求我照顾张夺 支付他的医疗费 这样无理的要求 连我的代理律师听了都想笑 幸亏结婚当天 我请了摄像 律师直接把婚礼当天的视频 放在现场播放 不仅如此 还有叶宁发来给我炫耀的那些证据 张某并不是基于感情的基础上 跟我的当事人结婚 这场婚姻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有蓄谋的骗婚 随后 律师还放出了派出所的报警记录 主张张夺就是为了钱 在骗婚不成的情况下 还利用父母对我的名誉以及财产进行迫害 婚内出轨是事实 还有转移财产的行为 这场离婚官司基本上我赢定了 眼看局面不利 张母又开始作妖 直接在法庭上装晕 在对方律师提出交涉后 法庭同意延后再审 张家人不过就是在拖延时间罢了 去我公司闹没用 抢我的钱更没用 现在儿子又瘫痪在医院 成了废人 他们二老想折腾 那就随他们去 反正这官司 我赢定了 这几天 张夺不停地联系我 全部被我给挂断了 律师曹拟完离婚协议书交给我 他建议我还是找张夺庭外签署协议 这样在时间上对我更有利 想要尽快摆脱这个大麻烦 回归正常的生活 我带着协议书来到了医院 还没进病房 就听见张母对我的控诉 没想到那死丫头以前看着乖巧 全部都是装出来的 现在才是她的真面目 小朵 妈告诉你 这婚千万不能理 她家就她一个闺女 只要你们不离婚 你的医药费你的后半生就有保障 那夜间人更不是东西 还想叫我们出钱给她看病 没门 张夺不耐烦地说道 妈 你说的我都清楚 这些天我不是一直联系着吗 你们继续唱白脸 剩下的交给我 她喜欢我这么多年 我说两句好听话 她会心软的 人不要脸真是无敌 我跟张夺是大学同学 曾经有次班级组织外出登山游玩 我在山边小溪玩耍的时候意外落水 水流很湍急 没人敢下来救我 是张夺在危机关头跳下水塘 将我捞起 从那次起 我就注意到了她 我只是默默地关注着她 从未想过打扰她 她跟女友分手半年后 主动提出跟我交往 我跟在她身边不知疲倦地照顾着她 直到她提出结婚 又在婚礼上抛弃我 才彻底让我死心 可我没想到 我认识的张夺居然是这样的人渣 人性的丑陋 在这一刻真让我恶心 自从我拉黑了张家人之后 世界都安静了不少 邻居突然地来电 令我莫名地心慌 小苏 你爸在医院 你赶紧来 挂掉电话 我来不及请假 直接冲到了医院 邻居见我出现 连忙将我带到了抢救室门口 你爸心脏病犯了 人在里面抢救呢 你赶紧劝劝你妈 别两个一起倒下 我妈缩在一旁 双手紧紧抱头 浑身颤抖的模样 看得我心如刀割 妈 我来了 听见我的声音 我妈才抬起头来 看了我一眼 随后 直接扑到我怀里 泣不成声 见她状态不好 我只能询问邻居情况 我爸妈住的是 单位分发的公寓楼 周围的邻居都是十几年的住户跟亲人一样 邻居阿姨告诉我 今天有人来我家里闹 还吵得很厉害 等他们察觉不对劲赶去的时候 我爸心脏病已经犯了 小苏 来的那女人可凶了 一直骂你 就是她硬生生把你爸给弃病的 你可不能放过她 骂我导致把我爸给弃病了 我大脑里面 立刻出现一个可疑的人选 我拿出张夺母亲的照片 阿姨 是她吗 邻居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就是她 可凶悍了 还说 让你别躲着 一定要弄得你全家身败名裂呢 我内心的怒火瞬间达到高潮 我没想到张家人会如此过分 找不到我 就找上我的父母 他们明知道我爸有心脏病 还找上门来 这简直是蓄意谋杀 这一家子简直就是畜生 为了一己私欲 完全不顾别人的死活 若不是我爸还在抢救 我早就冲去跟那死老太婆拼命了 我起身走到楼梯间拨通了张夺的电话 嘻嘻 你终于肯接我电话了 你知不知道我 我现在听到张夺的声音 我就觉得恶心 收起你那虚伪的嘴脸吧 你妈冲到我家来闹 把我爸气得心脏病发作 我爸若有事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全家 下一秒 电话那头换成了张母的声音 姓苏的 你少威胁我 我儿子都成这样了 我现在什么都不怕 你要是乖乖听我的话 我就把你当成好儿媳 你若是不听话 我有一百种方法弄死你 无耻 他真是真的连半点脸都不要了 跟这种疯了的老女人 已经无法正常地沟通 我直接挂了电话 既然他们不放过我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你来做什么 叶宁抬头看向我 瞬间脸色黑沉了下来 我将果兰放到一旁 拉开椅子坐下 完全无视叶宁的黑脸 听说你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原来叶宁还怀了张夺的孩子 提到孩子叶宁 瞬间怒了 他挣扎着挥手朝我打来 你今天是来看我笑话的对不对 你觉得我活该 觉得我是现实报 他心里倒是清楚得很 知道他这样是报应 我接住他挥打来的手 冷静地看着他 我今天来不是奚落你的 我是来帮你 他狐疑地打量着我 帮我 你会有这么好心 我不是好心 我只是看不惯张家欺负人 你为了张夺连子宫都摘了 张家人却上门来 打了你一顿 连医药费都不帮忙 叶宁明显被我的话给触动了 可是依然强撑着 对我表现得十分厌恶 你用不着来挑拨离间 我知道你是记恨 我能得到张夺的爱 他洋洋得意的姿态 让我都想笑 张夺爱他 曾经我也这么认为 现在我清楚地明白 张夺爱的只有他自己 张家人有多自私 我看得清楚 我将手机扔给叶宁 你说张夺爱你 那你好好睁开眼看看 手机里全是张夺这些天 对我发的肉麻短信 为了挽回我 他什么恶心话都能说得出来 叶宁仔细地翻看 他拽着我手机的手 不断地用力泛白 将他此刻的内心泄露无疑 叶宁 想想你爸妈 我来的时候 恰好看到叶宁的父母 在交费大厅 我特地找了角度 将照片拍了下来 叶宁的家境一般 这次他虽然伤得比张夺轻 可是也面临着一大笔医疗费 连环车祸 保险还在扯皮 前妻的费用都得自行垫付 对于叶家来说太难了 父母交费的照片 让叶宁瞬间破防 他抬头看向我的时候 眼神里面已经满是恨意 你要怎么帮我 张家可不穷 驾车的人可是张夺 难道他没有责任吗 张家敢这么嚣张 不过是因为你们叶家 不是本地人罢了 张母来病房闹过几次 一口一个灾心地骂着叶宁 甚至还跟叶宁爸妈 有口角冲突 我就不信叶宁心里会不恨 叶宁也明白 我不可能完全是在帮他 他问我目的是什么 我也没瞒着 我说他们家想让我回去 给张夺当免费保姆 照顾他这个废人下半生 你觉得有可能吗 倒是你 张家可不缺钱 你为了张夺 连子宫都摘了 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难道不该有笔赔偿吗 真诚才是最佳的必杀计 叶宁答应了跟我合作 他给我提供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消息 果然 叶宁就是我对付张家 最有力的一张王牌 两天后 我将一份举报信 投递到了某公司的邮箱里 叶宁告诉我 张夺曾经跟他炫耀过 张复在职期间 利用职务之变 没少中保私囊 得到这个重要消息之后 我立刻去调查 张复已经退休了 人不在职 要查他的消息方便得多 很快我就查到了线索 我将这些资料整理好 送张府一张牢房通行票 他想安稳退休 还想闹得我家鸡犬不宁 想得美 叶宁不愧是张夺的白月光 张夺跟他也是无话不谈 他知道的信息很多 我能够在短时间内将举报资料弄到完整 全靠了他的帮忙 跟张夺认识这么久 我们有不少共同的好友 只要我想 张夺那边的消息 我就算不出门 也能知道得清清楚楚 很快 我便收到消息 张复被人带走了 张夺还在医院躺着 张复又被带走调查 张家没了主心骨 乱成了一团 我第一时间将消息透露给叶宁 接下来就等叶佳人登台唱大戏了 叶宁虽然人在医院 可是这几天他没闲着 自从他反应过来 张家人就是看叶佳在这里 没人好欺负后 他这几天就联系了老家的亲戚 他们家是南方沿海的小县城 宗族文化非常繁盛 听到本家的女娃在外面被欺负成这样 同姓的亲戚立刻答应赶来助阵 接到我消息之后 叶宁立刻给老家亲戚订了车票 很快叶家父母就带着亲戚赶到了张夺的病房 叶宁还特地安排人给我现场直播 原本看叶家父母进门 张母还很嚣张 灾星还来干什么 还嫌弃害我儿子不够吗 叶母这回可没忍着 把我女儿害成这样 你们还敢这么嚣张 真以为我们家没人吗 张母之前在叶家占了上风 以为这次依然能够轻松拿捏叶家 所以态度非常嚣张 就欺负你们又怎么了 你们叶家算什么东西 赶来这里叫板 赶紧给我滚出去 叶母一听极了 朝着身后就一阵招呼 咱姓叶的都让人欺负成这样了 你们管不管 叶家人一哄而上 瞬间惊呆了张母 你们想干嘛 张夺见状也慌了 连忙喊他妈 妈 快给爸打电话 他似乎忘了 他爸好像还在牢里呢 叶家的男人守在外围 叶家那群婶婶姨姨的直接冲进去 对着张母就是一顿暴打 让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欺负我们姓叶的媒人士吧 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若不是后来医院报警 张母可能会被叶家人给撕成碎片 她哭红了眼地倒在地上哀嚎 脸上和身上都有不少的血口子 衣服也被人给撕烂了 模样那叫一个狼狈 看了真让人解气 警察来了之后 了解了前因后果 面对一群叽叽喳喳吵翻天的大妈 他们也很无奈 他们让张母自行调解 张母见叶家来人众多 不敢再嚣张 叶家人趁机提出要求 让张家负责叶宁全部的医疗费 还有后续的赔偿 张母不同意 叶家人就说 要闹到张家同意为止 他们天天上张家去做客 天天来医院问候张夺 这一举动可将张母给吓到了 他嘴里骂着这些人无赖 可是半点解决的办法都没有 张夺更是吓得屁都不敢放一个 只能任由着叶家人提出赔偿 乖乖的签字画压 张家的钱都赔偿给叶家了 张富又被关着 张家是真拿不出钱来了 没办法 张母只能冒险 让张夺回去休养 我听说张母还跟张夺的朋友打听我的消息 想着从我这里坑前 可惜 叶家人根本不让他闲着 两三天就上门一次 听说张母被闹得连大门都不敢出 她没办法来找我 我可以去找她 上午 我带着离婚协议书 敲开了张家的大门 开门见到是我 张母还有些震惊 怎么是你 我找张夺 张母有些不屑一顾 你找我儿子能有什么好事 她态度嚣张 不过我不惯着 不把这老太婆给气死 我都觉得是轻的 不给剑就算 我说完转身就走 下一秒 她就反悔了 伸手一把拉住我 你别走 我猛地将她的手给甩开 别碰我 会气 她气极了 还想骂我 不过我嘴更快 你若想 我也找一家子亲戚来闹一闹 你就继续嘴见 张母是被叶家人给吓怕了 听见我这话 立刻就老实 果然 人善被人欺 我知道张夺的房间 直接推开张母 朝着张夺房间走去 进门后 张夺看见我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希希 你是来看我的吗 她还在这跟我装深情呢 大概这场车祸把她脑子也给整坏了 我把离婚协议书往张夺身上一扔 少废话 签了吧 明白 我是来签离婚协议的 张夺的脸色顿时冷了下来 希希 我不可能跟你离婚的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死无赖 这是彻底赖上我了吗 可惜 她这如意算盘终究要落空 好呀 不签我们就耗着 等着官司结束 你若想上诉 我就硬诉 看谁耗得过谁 张家两母子狐疑地打量着我 张夺甚至威胁我说 你可是女生 你真不怕拖延 我有什么可怕的 我伸手掐在她受伤的部位 疼得她大叫 张夺 没钱看病的日子很痛苦吧 我不离婚 我们共同拥有的那部分财产 你也得不到 就眼下张家的状况 你说 你会不会没等到离婚成功 你人就没了 张夺气急败坏地怒骂着 你少胡说八道 等我爸回来 叶家那些跳梁小丑全都得滚蛋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就你爸贪污的那些钱 足够他在牢里待几年了 等他出来 你说不定就成白骨了 张夺没想到我对他们家的事情 了解得这么清楚 他无措地睁着眼 看着张母 这些天 张母被叶家人给折磨得身心俱疲 早就没了之前的战斗力 我趁机开出条件 诱惑张夺 房子当初你也有份 你答应我签字 我立刻将属于你的那部分折线给你 有了钱 你还能活 你才有办法给你爸走关系 该怎么选 你自己定吧 我都开出这么优渥的条件了 张母还骂我落井下石 真是人心不足蛇吞向 活该他们张家有此报应 最后张夺答应了签字离婚 委托他妈跟我办了离婚手续 在律师的见证下 我将购房款打到了张夺的卡上 转账成功的那一刻 我立刻通知了叶宁 张夺想悄悄瞒着 根本没用 叶家人当天就带着人马 冲到了张家 让张夺交出钱来 给叶宁作为补偿 张母不想给 叶家人就赖着不走 吃喝拉撒拳在张家 闹得张夺都快得抑郁症了 张母报警了几次都没用 最后只能妥协 掏钱稀释宁人 好不容易到手一笔钱 现在又没了 张家的其他财产 因为张复被调查 处于冻结状态 张夺只能躺在床上耗着 错过了最佳治疗的时间 张府的情况调查清楚了 罪证确凿 接下来张复面临的 则是刑事责罚 张母在得到消息那天 直接吐血晕了过去 现在人还在医院 没清醒呢 这是张家的报应 原本我可以不计较张夺的背叛 好聚好赛 两人和平分手 可因为张家人的私心 一步步将我往最坏的方向逼 今天的恶果 全都是张家人自己造成的 怨不得旁人 我爸出院的那天 我在医院碰到了 坐着轮椅的张夺 短短几天不见 我差点认不出他来 他消瘦得只剩下一层皮 艰难地坐在轮椅上 端着水盆朝着病房滑动 见到我的那一刻 他低下了头 我也装作没看见 扶着我爸离开 现在我们离婚了 张家也遭到了报应 我们两个在无瓜葛 我爸也看到了张夺 他长叹一口气道 人呀 还是不能将事情做得太绝 会遭报应的 我淡淡一笑 爸 我们走吧 叶宁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约了见面 他已经决定随着父母回老家 张家这种情况 他也不能再从张家获利 拿着张家之前给的钱 还有保险赔偿来的钱 他决定回老家 买一套小房子 安安静静地休养几年 他找我来 是向我道歉的 苏西西 我郑重地跟你说对不起 曾经因为我的过错 伤害了你 对不起 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在我看来 感情没有真正的对错 唯一做错的人是张夺 他不该脚踏两只船 在我跟叶宁之间来回跳 至于叶宁 这场车祸就是他替自己犯错买的单 失去生育的能力这样的惩罚 足够了 我大方帝拿起杯子 轻轻朝着他示意了一下 一路顺风 未来幸福 他的未来我不知道 只能祝福 我的未来 我坚信会很幸福 inf先 似乎 半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